接下来二十四页 去年 施把五等 从二十六体开始进入 明术 跟明把的混搭 二十六体 明氏速收 请上级把月 指定管辖 哪一个不是呢 那我们先看三十五页的解析 A 管辖进合二十二 BCD是管辖正义才是指定管辖的二十三 二十二请话 因为法律事实不能行使审判权 或特别情形尤其审判影响公安难其公平 不能公安公平圈起来 这区域境界不明 不能辨识 这个辨别把它捲起来 所以这里我们在A 是二十二条 并不是争议 BCD才是直接上级法院指定 争议 争议的时候 这是送本题 这是一定要会的 管辖权的送本题 再来 明氏 诉讼行为能力 等同明把行为能力或者错误 先看条文 解析 辅助宣告提上诉起诉 诉讼行为都要辅助人同意 那四十五条 独立为拔立行为 负一物有诉讼能力 四十五之一 辅助人 同意送辅助人为诉讼行为 要文书为居 那送辅助宣告之人 就他造起诉上诉为诉讼行为 无需辅助人同意 受辅助人为舍弃忍告之为和解 那要书面特别同意 四十六 外国人因外国本国法无诉讼能力 一起本国法 但依中华民国法律有诉讼能力 四为有诉讼能力 四十九能力代理权或 必要允许有圈圈得补证 审判长定期揭秘补证 或托延九至受损害 得许 暂为诉讼行为 所以 A送辅助宣告 无诉讼能力对 好 那这个可以参考 我们明把的那个十五之一 再加上我们的 诉讼把的四十五 好 之一 诉讼法自十五之一 B受辅助宣告提出上书 无需辅助人同意 这个错 那这个也是要辅助人同意 C 外国人一 本国法无诉讼能力 以中华民国法律有诉讼能力 四国有诉讼能力 C对 C就是我们下面的 四十六 好 D 当事人诉讼能力 劝缺可补正审判长 定期间命补正 下方的四十九 好 所以这一题的特色是加入了什么 加入了这个 辅助宣告者 对不对 如果是肩负宣告是当人无诉讼能力 那我们这一题是在讲这个 辅助宣告要得同意 再来 26月的28 好 和解也是个闭考的地方 和解 调解 好 好 好 28题 我们先看解析 三七七之一 那 当事人和解接近 两照申请法院 或准备程序的售命把关 或调查证据售多把关 与 当事人表明范围内定和解 方案 第二 向前项申请书状表明 法院得定和解方案的范围 应遵守 的和解方案 愿遵守 第三项法院 送命把关 受多把关 一地 向定和解方案 斟酌一切刑请 横平 法理为之 并将 定和解方案 其日告知当事人 记录于礼物或送达 当事人受告知 送达不得撤回申请 两照一受第三项 告知送达 视为和解成立 最后 依前调第二项 参加和解第三人 亦得以两照为第一项申请 并适用第四项规定 84 当事人和解 何解备用诉讼 备用各负担之 早 何解成立 当事人以成立之日起 三个月内 退还该审计 所缴裁判费三分之二 330 何解成立 以确定判决同一效力 有无效的 这效的瑕疵 当事人得请求 继续审判 请求军医审判阴角 以退缓裁判非 B 当事人会声明是 向第三人会参加和解 第三人参加和解成立 所以这个都得为执行名义 所以我们的A A选项 当事人和解意识盛进 法院一照申请提和解办案 送达两照生效 好 所以A错在哪里 A错在两照申请 所以原告被告 好 所以这个是 377之1 1 和解成立 三个月内 退还 全部 裁判费 好没有 我们是退还 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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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继续审判 还要缴回 对不对 那这是 84条 所以和解要搭配84条 要注意 7 和解在当事人有通膨虚位 那是瑕疵 对不对 无效得策 消遣求去以审判 这是380 好 最后第一 第三人兼白恩许可参加和解 第三人参加和解成立 以缺点判决 有 同一效力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 380之一 380之一 和解成立 所以第一 380之一 和解成立 得为执行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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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以确定判决有 同一效力 得为执行名义 所以 他错在后面那个 以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 是得为执行名义 这个跟那个 支付命令的那个效力也是一样 得为执行名义 不是确定判决同一效力 380之一 这一题算搞得蛮细的 好 这一题在 虽然这个 两兆申请退三分之二的比较简单 还有 继续审判 好 不过他这个一兆两兆 还有他这个 得为执行名义 还是确定判决 确定判决同一效力 还是执行名义 好 应该是得为执行名义 不是确定判决同一效力 好 好 这个部分考的还蛮细的 再来29题 好 又是代理 有明示诉讼 很喜欢考代理的委任 好 那A 明示诉讼均需委任代理人 没有这个规定 好 我们只要看到选择题 君 皆需 皆非 皆得 好 这种字大概都会错 B 上述第三省 应为任律师为代理人 对 好 这是我们隔壁解析的B 466-1 对 对 所以 明示诉讼第三省 强制律师代理 对 对 因为是拔律省 新 今对照许可得委任 被律师为诉讼代理人 好 那就是参考解析的68条 不是对照许可 是审判长许可 好 是审判长许可 不是对照许可 好 这个是 第68 得委任律师为非代理人 第一代理人委任书面 对 延迟委任不生效果 好 那 这是69 我们如果是 其日 延迟委任记名笔录 也是有生 委任效果的 对不对 然后 书面委任委员者69 227-69 好 诉讼代理人 最初为诉讼行为 提出委任书 当当事人延迟委任书记官计名笔录 或者是 拔院审判长一拔全任不再此限 好 那这个 这就是考古题 基督都考过了 好 那我们在 刑事诉讼考的是辩妇人 被告的那个辩妇人 好 你都不会去考那个 自诉的代理人 名次诉讼喜欢考代理人问题 好 再来是 30 30 开始进入明达的 好 假将电视机遥控器出卖已 只交付电视机 那已就 基于同一个买卖请求交付遥控器 好 而不是基于其他请求权 因为主物处分 基于宠物 对不对 对不对 明把68条第二 所以它是基于买卖契约 纵然没有讲也要把遥控器给我 好 不然是在路不离心 而不是基于遥控器所有权 好 什么疑事物何物请求 但扯一通 对不对 好 三十一题 好 假购买土地 借用以的名义办登记 以三次出售知情丙 那以丙移转所有权行为 那这一题 就是 就是 刚刚行政法有一题 打心号的是 考决议 那这个也是考实物见解 叫借名登记 好 假装登记在乙名下 借名登记 那这时候已出售知情丙 并移转 之前就是恶意 出售是债权行为 那移转是物权行为 各位这一题如果是无权处分 无权代理是两个都效力未定 对不对 那无权处分是债权行为有效 物权行为效力未定 可是我们借名登记 被认为两个都有效 注意 你说老师都有效 所以并就取得土地守有权 那怎么办 假再去找乙算账 对不对 假再去找乙算账 所以再讲一次 是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 用假的名义 对不对 那个是 无权代理 皆效力未定 用乙的名义 出卖别人的东西 并移转 那那个是 有效效力未定 那如果他是借名登记的 我们会认为是有权处分 好 所以这个是 去年四把五等 我学生去年这一份好几个都考90级 也蛮不简单的 都出这一类型的题目 对不对 你看连那个 宿院 考的 试题 对不对 所以请看解析 借名登记法律没有名文 但一 最高法院104年判决 当事人约定一帮叫借名者 他帮叫出名给人家使用 同意 就属于一帮现在奖奶财产 以他帮名义登记所有人 或其他权利人 将出名者仅为名义上 所有权人 事实上 借名者有财产的实用收益主笨权 借名者捐起来 主笨权捐起来 并负担所生义务 属无名契约性子已为任类事 底下 出名者将借名财产 出卖移转 并106年3月决议才有权处分说 所以倒数第二行 只乃借名义乃出名 以三日出售 土地给恶意之请兵 以兵移转 效率是有效 有权处分 好 这是借名登记 借乙的名字 他叫 借名 他叫出名 出名者 出名者去做移转登记 是有权处分 好 好